队伍迅速离开 等看不到影子了 轻衣转身过来问红浊和粉星 你们给傅小姐准备的是什么 她昨晚跟你们说了什么 谁料红浊和粉星对视了一眼 两个丫鬟异口同声 奴婢报退 然后两人就同时转身快步回了王府 轻衣愕然 这是干什么 他们刚才没有听到我问话吗 红浊和粉星走着走着 下意识到了监家院 红浊 我对轻衣好失望 我也是 她为什么不护着傅小姐 那个刘副将看起来那么讨厌 摆明了上门来欺负傅小姐了 想必是皇后的意思 管家从后面树丛里 无声地冒了出来 呵斥了一句 你们两个在胡说什么 不要命了 竟敢编排皇后的坏话 奴婢这罪 红浊和粉星脸色一变 赶紧行礼赔罪 然后匆匆离开 管家看着他们的背影 叹了口气 想了想 还是去了郡王那边 听到管家说了王府门口的事 和两个丫鬟的对话 他只是恩了一声 王爷既然娶了傅小姐 为什么 管家 你是在本王十二岁的时候 才来到王府的 你可能不知道 本王幼年时中的毒 就是跟傅赵宁的父母有关 什么 傅赵宁拦下本王马车 本王确实是需要一个王妃的 看他胆识过人 又说有医术 就答应了他 答应之后 本王才知道 他竟然是当年那个傅家的孩子 那王爷为什么还愿意成亲呢 哼 为什么 他们至今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在找到他们之前 本王先从他们的亲生女儿身上 讨点力气 不可以吗 再说了 如果傅允聪和林荣兰要是回来 发现他们的女儿嫁给了我 也不知道是什么反应呢 管家嘴巴张了张 想说话 但就在这个时候 郡王猛地咳了起来 而且还咳出了一口血 情依回来看到这情形 也大惊失色 皇爷 不能再等了 得去经理神医 傅小姐 还不下马车 难道是要我去扶你 刘傅将下了马 走到马车前面 一把掀开车帘 还以为会看到脸色苍白 晕晕晨晨的傅允 没想到 却看到傅允靠在车里 抱着个包袱睡得香 傅小姐 刘傅将差点气炸了 亏他一路上特地让人 专挑那些不平的路走 想着让傅允 傅允把昨晚的饭都给颠出来呢 结果这样的路 他竟然还能睡着 到了 傅允这才睁开了眼睛坐了起来 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 跳下马车 刘傅将眼睛一闪 在他跳下来的时候 悄悄地伸出脚 忽然 他感觉到一阵钻心的疼痛 从脚背上传到脑子里 哎呀 看 我的脚 哎呀 不好意思啊 我也没有想到 在我下车的时候 你的脚正好伸到我的脚下了 哼 踩不死你 傅小姐 还不挪开 刘傅将额头冒汗 咬牙切齿 啊 不好意思 差点忘了 这里就是落月山吗 没错 傅小姐就别耽搁了 现在就进山吧 我们会在这里扎营 三天之后 傅小姐还得从这里出来 不用派人跟着我 不需要 我们在这里也是守着进山入口 这三天要是有人来 我们会拦下的 这可是为了傅小姐好 免得在山里遇到什么人 当然 现在山里也可能有猎人 还是别的采药人 他们先进去了 没拦到 那到时候我采到药出来 怎么检验数量和品种过关呢 等到第三天 皇上会派几位御医 以及几位民间有声望的大夫一起过来 到时候当场便要数药 傅小姐就放心吧 那就好 是三天后这个时辰出现在这里 当然 若是时辰到了 傅小姐却迟迟未归 就当傅小姐输了 还想着在规定时间内回来 能不能活着回来还不好说 那刘傅将就在这里等着 傅超宁问清楚之后再不犹豫 背着背楼就进了山 等他身影消失在山道入口 刘傅将终于忍不住抱脚跳了起来 哎呀他娘子 怎么这么痛啊 痛死老子了 傅超宁一进山 就拿出馒头 一边走一边吃 在马车上不够叫了 这会儿他精神抖擞 傅超宁看到了前面一条裂缝脸 长着好几簇不起眼的草 他眼睛一亮 他得弄点东西防身啊 他快步过去 拿出小铁锹 把那几簇草挖了出来 准备找点什么合适的东西 把这起簇草碾碎 这要是制药室还在就好了 傅超宁不由自主地低难了一声